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调阅相关的数据 这两年的数据显示未成年的吸毒人口 仅在1%以下 其实内政部资讯106年 未成年使用毒品191人 占总毒品总数只有0.39% 隔年也有下降趋势 根本都不到1% 也和市长韩国瑜口中的52% 青少年吸毒天差地远的数据又打哪来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毒房局跟我报告的 青少年24岁以下吸毒 这18是76的大概占52% 52%的数据来自高雄市毒房局 数据没有错 但这仅是针对毒房局辅导的98位个案 17岁和18岁占的比例算出来的 而且这辅导个案也是针对13岁到23岁 青少年比例当然高 也无法代表全国的资料 韩国瑜却不止在8月28日 治安汇报上引用这数据 因为这两天我所统计的数字 发现17岁18岁以下 占我们吸毒人口几乎高达52% 上个月开直播同样52%超高数据 或许能表现出韩国瑜对毒品人口的忧虑 但不够周全的数据却也引起争议 三立圈 郑远龙 邱车上来不乡 高雄台北报道